Hello 大家好 我是教育局特殊教育分部的同事 Sharon 过去一段时间 疫情带给很多学校不少的挑战 相信他们都会想方设法 去为学生提供适切的支援服务 而这间学校 他们有一定数量的跨境生 究竟他们怎么去落实支援的工作 以至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呢? 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 上水观纳中学的Sanko和Sensit 看看他们怎么说 坐在我身边的 就是上水观纳中学的Sanko 林盛奇老师 今天很感谢你 给我们有机会跟你聊聊天 大家知道贵校有一定数量的跨境生 对于平日的支援工作 都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 特别在疫情期间 私生都分隔了两地 可否和大家说一下你们怎么落实当中的工作呢? 因为我们学校是很重视家校合作的 所以我们会和家长保持密切的沟通和联系 我们会向家长解释 在疫情期间学校的行政安排 首先在疫情期间 因为跨境生未能回校上课 我们学校会安排班主任定期透过阳光电话 向家长了解学生的需要 于有需要的时候 为他们提供适切的支援 由于我们学校是透过Microsoft Teams进行网课 所以学校会要求电子学习组 为学生提供Microsoft Teams工作坊 好让学生懂得使用Teams进行网课 期望可以达至停课不停学的目标 我们会透过阳光电话 向家长了解学生的家 是否有足够的电脑硬件和软件 例如列印机、网络覆蓄 具备视讯镜头的电脑等等 同时我们也会向家长和学生指出 会将学期初的相关文件 透过Teams的私信方式发出 如果学生家里有列印机 请家长下载家长同意信 签妥之后 就透过Teams的私信方式上载文件 回复给我们学校 如果学生家里没有列印机 我们就会请家长抄写回条下款 签妥之后再拍照 将相关文件上载至Teams 回复给我们学校 以确保我们能够成功收回 所有家长同意信 你所需的服务可以顺利进行 至于需要第三层支援的跨境生 我们也会继续为他们提供个别学习计划 我们会联络不同的持份者 包括学生、家长、教育心理学家、社工 班主任、相关老师 共同为相关的学生制定具体 有关联、可实现、可量度的学习目标 以及施行方法 确保他在疫情期间 都能够继续学习 不影响到他的学习进度 我们刚才都了解到 学校其实在疫情期间 去推荐这个支援工作 都有一定的难度 以及都有很多的限制 说不定这个都会成为 我们教学的新常态 但最难得的就是 学校能够与各个持份者都保持联系 我相信这些工作 都会理顺日后复课之后的支援安排 我们提到融合教育的支援工作 我们就离不开参考调息 在照顾他们这一批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的支援安排 或者是他们的调息工作 你们会怎么落实呢 我们会在学年初 尽早联络相关中五级的家长和学生 向他们查询是否需要透过学校 帮他们申请香港中学文 憑考试调息 如果学生和家长是需要的话 那我们就会透过邮寄挂号的方式 就将相关的文件寄到家长和学生 那请家长和学生 将已签妥的文件 透过速递寄回学校给我们 之后我们会透过TEAMS的私信方式 联络学生 并用分享画面的功能 让学生可以成功浏览到 考评局网上版的申请表格 我们会和学生一同商讨 和完成网上版的申请表格 虽然所花的时间比较多 但我们也乐见能够成功为跨境生 申请香港中学文憑考试调息 听上去其实申请的过程 的细节位很多要留神的地方 虽然时间花多了 但最终能够为学生成功申请 这些经验都值得大家借镜 要妥善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有效学习 我认为学校应该设立健全的机制 让全校的同事了解和配合融合教育的工作 以全校参与模式推行融合教育 以我校为例 每学年初初那几次教职员会议 校长都会划分一部分时间给我 让我可以经家长同意下 向同事公布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名单和类别 各处理个别学生时要注意的地方 推广支援策略等 透过参考融合教育指南 曾经收读过的不同融合教育的课程 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课程和专业网络活动 我制定了一本的校本融合教育手冊 内附了融合教育的理念 由于并非所有同事曾接受过融合教育的相关课程 所以制定校本融合教育手冊 可以让同事随时细月融合教育手冊 内的相关资料以作参考 让同事能够有系统和有统一的客观标准 及早识别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特殊教育统筹主任会跟我先商讨学生的能力 再因应这个融合教育量表去制定一些合适的课堂策略 我们也会观察完课堂之后给一些适当的回馈 除此之外我们和不同的组别也会有一些很紧密的合作 例如我们和考试组会有一些考试的调色 另外我们也尝试和资讯及通讯科技组提供一些电脑 为需要使用这个读评软件和语音转换文字软件的学生 提供一些合适的设备 最后我们也曾经拜托这个应用及设计科技组的同事 为这个需要使用语音转换文字软件的学生 制作一些隔音屏 令他们可以更加顺利去应考这个文凡史 对于中学生来说 生涯规划是非常之重要的 Ms Lam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学校对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这方面的部署 由于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对学生的强弱 兴趣、性向都会有全面的了解 可以为他们提供释切和专业的意见 例如我们会因应家长和学生的需要 为他们提供转型服务 另外为了令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中三学生 更全面了解学校开办的高中选修科 我们也会因应学生的兴趣和能力 各别教导他们的选科技巧 另外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其他升学资讯 例如职业训练局的相关课程 由于我们学校有开办模式一 和模式二的应用学习课程 我们会因应学生的兴趣、能力、未来职业的取向 鼓励他修读相关的应用学习课程 好让他将来中六毕业之后 能够认清自己的未来方向 较容易升读相关的学科 或者从事相关工种的工作 曾经试过有一位学生 我和他谈谈的时候 知道他很喜欢运动 所以在他高中的时候 我就鼓励他修读运动及体色能教练 中六毕业之后 更修读一些和运动相关的高级文憑课程 其实学校对于学生的能力取向都很了解 以及教育同工对于市场的敏角力都非常掌握 以至可以提供一个适切的安排给学生 我经常和莫sir保持密切的沟通 由制定、执行以至检讨都共同参与 互相交流、吸引意见 作为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 有限我曾经修读过很多不同融合教育的课程 我会将在课程上所学的专业知识和莫sir分享 例如一页档案、融合教育量表、课堂研究、资源配置等等 好让莫sir对特殊教育需要的工作的专业知识 有更深入的了解 为了促进家校合作方面 林老师和我会透过执行一页档案和沟通记录表 去更新和了解学生最新的情况 令到不同的持份者都可以了解 学生在校园生活的点滴和学习的情况 令到我们成为家校沟通之间的桥梁 亦可以令到学生更加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尊重和关怀 在及早识别和支援学生方面 林老师和我会一起参与中一新生注册日的工作 令到我们学校可以更早去识别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亦可以令我们更早知道 其实学生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曾经接受过什么服务 在过程之中 我们亦可以和家长去解释我们学校的融合教育政策 去释除家长的疑慮 而校内的測考和中学文文考试的调识 对于学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Mr.Lam很多时候都会和我分享一些行政程序 以至到一些所需的文件 令到我对于这个考试调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除此之外 Mr.Lam我和教学助理都会为需要使用 读评软件和语音转换文字软件的学生 举行一些训练班 令到他们可以更加顺利使用相关的软件 去应考这些相关的考试程序 在制定个别学习化计划方面 林老师都会和我一起召开相关的个别学习会议 令到不同的持份者 包括班主任、科任老师、家长、学生、社工 以至到心理学家一起为学生制定一些可量度、可实现 有相连性的个别学习化计划 而且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评估和修改 去支援学生在学校的成长 当教育局的读学和教育心理学家访校的时候 林老师也会和我一起参与会议 令到我更加了解我们学校的融合教育政策 和最新的融合教育资讯 我和林老师保持这样的合作之余 也拉近了我们彼此的理念 令到我可以和林老师 保持一个客观和统一的标准 优化我们学校的融合教育政策 计划时我们要考虑周长 深思细密 平衡不同持份者的需要 执行的时候 我们也要适当调配资源 密切监测和跟进 在评估的时候 我们要运用合适的评估工具 对管理层 我们要主动提出支援学生的建议 和所面对的挑战 对同事 要主动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 保持密切的沟通 对学生 因此我们要主动接触他们 了解他们的背景和需要 和他们沟通的时候 接纳、包容、有耐性、细心 欣赏他们的优点和长处 是不可以缺少的 无具困难、迎难而上 我相信抱着坚持的态度 不屈不撓的精神 所有事情都能迎刃而解 要在疫情下 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跨境生 一点都不简单 这间学校能够善用资源 灵活变通 相信他们的感浪 一定成为大家应时的帮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